大型射死现场 看亲子晒身份证向尚文杰菱花自我介绍 半导网 请点赞订阅 谢谢 3月29日中午 看亲子在微博晒出了一张自己的身份证 并向尚文杰和凤凰传奇组合的菱花自我介绍 他表示很荣幸认识两位老师 也会唱歌 希望有机会多多合作 据悉 前些日子看亲子尚文杰与凤凰传奇组合的菱花 共同录制了综艺节目听解说 但令人尴尬的是 其余两人并不认识看亲子 甚至连菱花还曾与看亲子一同合作过 三人坐在一起却相对无言 现场演绎社会性死亡 听解说的后台简直就是大型射死现场 尚文杰与凌花看亲子一见面就沉默了 当看亲子提起和凌花前段时间一起录节目后 凌花一脸茶无其人的样子 尚文杰更是把亲子听成亲子 脚趾头已经在抠地了 尚文杰看着凌花眼镜瞪得老大 凌花战术性大笑掩饰尴尬 看亲子说出了真相忘了是吧 紧接着告诉了凌花 两人前段时间一起录的节目 看亲子还坐在凌花的旁边 那边看亲子一脸苦笑 凌花要尴尬死了 尚文杰听完哈哈大笑 一边笑一边拍大腿拍椅子 人都要笑模糊了 随后 尚文杰发文回应 是真的年纪大了 在此群发对不起 还配上了自己的表情包 而看亲子也在评论中回复 约上文杰一起上厕所 凌花也发文回应 姐不会聊天 但姐爱你们 今天买了本书先看起来 看亲子评论回复 同款已经加入购物车